2016年南投国际女子累球邀请赛 在普里国中及台中太原球场两地开战 本次赛事包括少女组、青年女子组及社会组 国内外共计19支队伍参加 欢迎喜爱累球运动的民众永远前往全赛 替国内选手在地指定们加油打气 普里国中校长麦树指出 这项赛事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届 尤其普里地区的累球运动 在全国是数一数二 很高兴这样的盛会由学校来举办 藉由彼此的球技来切磋与球会友 我们这次举办第八届的南投国际邀请赛 总共分为社会组 社会组有六对 还有亲女、亲女组总共有六对 少女组有六对 透过这次连续第八年在我们埔里举办 那我们也感受到国际交流友谊赛能够让我们的体育水准能够向上发展 能够更好的一个技术层次 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向 今年女组邀请赛 少女组有浦里、玉英、中正、法治、南风、万风国小及新竹县五风国小等气队 赛程从2月1号到3号 地点在浦里高宫 浦里国中校长曼树表示 希望透过邀请赛的正式比赛 让选手能够提升球技增加经验 因为我们浦里国中本身就有体育班 那女蕾就是我们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 那我们女蕾当然也是全国知名的一个重点学校 那培育很多的国手在这个地方浦里国中 那我们通常都是早上是正常的学习 下午之后就开始他们体育的练习 那学生来自很多的国小 他们训练非常的扎实 很多的专任教练跟打击教练 投手教练来一起起来训练他们 那我们这边也有他们的宿舍 提供他们的住宿跟学习 浦里国中主力学手林佳轩表示 他自己本身是新竹人 由于学校累球水准较高 设备好 所以就选择来这里就读 我本身就是从新竹小时候的时候 就从新竹打球 因为南投不离这里球队比较好 就练球的设备也比较好 所以来这里打球 OK 这个交流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感想 就是跟其他队友分享这样 可以增加经验 跟国外比赛也比较好 胆量也变大 社会组今年邀请到2015年 日本累球职业联赛冠军的日本丰田队 及中国全云会冠军的大陆江苏省队 大陆上海队 及南投县队 浦里高宫队等五队参赛 赛程从26号到29号 分别在普里国中 台中太原球场开赛 欢迎全国爱好累球运动的朋友 踊跃前往观赛 OK OK OK